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現在七月三更美女好辣醫師團 你知道夫妻吵架不僅破壞感情 也會影響健康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分享 哪些是破壞婚姻 以及健康的殺手喔 夫妻之間很難不吵架 相愛容易 相處難 但有人在吵架當中 做有效的溝通 讓彼此更能了解對方更恩愛 但也有人越吵 裂縫越大 越吵越激烈 今天的討論婚姻當地當中 有哪些第一個要注意的呢 結婚是兩個家庭式 家族紛爭超麻煩的 我認識一位藝人 那有一回呢 因為他被媒體踢爆說他出軌了 那他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他說其實分居了幾年了 那因為分居以後有時候 難免就會各自交對相 也是難免 尤其好幾年嘛 但外界並不知道 就會怪罪他 後來我說那你是什麼狀況 既然兩個人相愛 怎麼會這樣子 他說問題不在我們兩個人 在其他人介入 他說你知道我婆婆嗎 你知道她非常講究很多利益 在家裡也都是盛裝的 她每天早上起床說會打扮得 就是這樣 像後宮的皇后 對… 然後坐在客廳 等候看有沒有訪客來 那訪客來的話就會非常的 這個得體嘛 但是經常是沒有訪客 但他還是會這樣打扮 每天… 大多是沒有 對 多數是沒有 對 年紀也大了 但是不管有沒有訪客要來 他都是這樣打扮 就是從早上到晚上 晚上再卸妝這樣 其實是滿有耐心的 那你想我們這一代 怎麼可能會這樣想 下一代更不會這樣子 什麼沒有人要來 你幹嘛也沒有要出去 參加宴會幹嘛 還要搞這麼多 當然是要隨性 那他當然就這些事情 他也不會在意 因為是婆婆的事情 但是他講究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發現 生活上有一些困難 就是相處上他的想法 常常跟他們夫妻並不一樣 可是這個他老公就是 這個是個 非常孝順的 他不違抗父母 這個媽媽的命令的 那他說什麼他都是接受 結果他說你知道 我們晚上其實睡覺 並不安穩 為什麼 他我們門是不能上鎖的 他會來蓋棉被 他在蓋棉被 雖然他們年齡 其實都已經不曉得 這樣… 這樣… 壓力很大 如果你手上他會叫門 或者是想辦法說 給我一把手 我要看看你們 對 有時候獨生死最容易發生 他說你知道有一次 因為他們睡的是套房 裡面就有浴室 那請問各位去浴室洗澡 你會把衣服帶進去嗎 當然是出來外面 因為那房間還是 對 這是自己的房間 對… 自己的空間 對 自己的空間 當然就是還是在裡面嘛 你就會出來擦乾出來 再穿衣服 你不不就坐在那邊 不但我剛好推門進來 你知道嗎 不得要幹嘛 他罵他說 這樣就出來 他心裡想說 拜託你牽入我的空間 但他還是只好說對不起 就說 他還要道歉說對不起 你想這種日子 這個真的沒辦法 這真的是沒有辦法 滿痛苦的 對… 那最後… 只好就鬧得很不愉快 因為他跟我說 影響他健康是怎麼回事呢 他變成 睡覺 常常也失眠 醒來又就睡不著 又想說怎麼辦… 然後 這個要求老公說 不然我們搬出去 不然你搬到樓上就好了 搬到隔壁就好了 就跟婆婆也很接近 老公也不敢開口 真的 那這個老公的姐姐呢 就是她大姑娘 也是一樣 也常常見入這些事情 所以… 所以射起來算是滿幸福的 很忙 很忙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回想說當初 本來感情這麼好的兩個人 怎麼會搞成這樣子 結果 其他人不知道他們的 這個上一代 或者是這個大姐 知不知道說 其實如果不是我們的介入 他們本來可以過得很好的 我自己要分享一個 我朋友的故事 她其實是一個小兒科的女醫師 然後她嫁的一個老公 是一個外科的醫師 那你會感覺說 郎才女貌 兩個都是醫生 這家庭一定很幸福 結果完全不是 因為她老公 雖然是外科醫師 但是她老公是 他們全個家族裡頭 平時讀最多的人 就是爸爸媽媽書 也讀得比較少 還有她還有弟弟 弟弟更是不學無數 所有壞的通通來 所以她嫁給她了以後 就是每天都在幫她 處理這個小書的問題 有什麼 然後跟鄰居吵架 然後喝酒砸店的 然後都是她要去收尾 因為那個小書 她就不處理 那她也沒有錢 然後被關 她就關在裡面 那爸爸媽媽就說 那那個叫兒子來處理 兒子就說 我要上班很忙 那我叫我老婆去處理 所以 非常的可憐 還有有一次更誇張的是 這個小書 他去外面招惹那個女生 把人家弄大肚子 但他不承認 他不要 他要叫這個女生去 就是拿掉 這個女方 就鬧到家裡來 結果這個公公 也是屬於讀書比較少 他就跟她說 媳婦 媳婦 妳去跟這個女方說 我以前小時候 有幫這個兒子算命 我這個二兒子 他從小就是有這個 所以這個女生 她帶著孩子 就算她很想嫁 要叫她不要嫁給我兒子 嫁給我兒子 會有雙親命 一拜託不會幸福 然後我那個小兒科的女醫師 她就一頭霧水 她覺得說 我一個知書達理的女生 要去跟人家女方去講說 我的小叔有雙親 她真的完全講不出口 她就覺得精神壓力很大 然後有一次她去警察局 就是也是去救這個小叔 就是說去人家家 偷拿東西沒付錢 她就說她不是偷拿 她只是忘記付錢 永遠都是這件事情 她發現她就是 看到小叔的臉都 氣到說講不出話來 然後又要維持她一個 光鮮亮麗的 優雅的女醫師的形象 然後所以那一陣子 她就變得又瘦 然後就是說 好像全身都會顫抖 然後她就覺得 跟老公溝通 老公就說 老婆妳辛苦了 可是我就要上班 明天要開刀怎麼辦 那不然我回去跟媽媽講 那媽媽又說 就只有妳讀書讀最多 不然妳不處理 我們誰處理 永遠都無限循環 後來她就去醫院檢查 終於有一個病救了她 她就發現說 她得了假狀腺抗菌 她就拿這個理由回去跟婆婆說 她現在身體不好 這些事可能會委託別人處理 從此就解脫了 但是還是身體也弄壞了 就是也是滿可憐的 對 如果沒有這個病 可能到時候 又造成他們夫妻適合 對啊 我覺得光夫妻兩個人之間 光教育就吵不完了 孩子的教育 真的 譬如說每天就是 我小孩累了 不想要寫功課 說要去睡覺 我說不行 要配合妳的責任性 妳要寫完才去睡 我老公說 如果你人生那麼長來講 健康的身體當然最重要 功課算什麼 然後兩個就吵架 那請問誰對 你說 你說 我覺得身體 我覺得身體滿重要的 對啊 可是我又覺得 我們家小孩就是這樣 叫他不寫功課 他寫功課的時候 身容活虎有沒有 看電視啊 搭手機啊 一寫功課 我覺得我很累啊 不是每個小孩 不是每個小孩都這樣嗎 對啊 所以很難對吧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老公呢 他很堅持 他早上起床的時候 他希望家裡一早就是 和樂融融的氣氛 妳覺得有可能嗎 一早起來 快 不急了 然後妳是坐起來 後來不久都沒有帶 連絡布怎麼還沒切 早上怎麼還沒吃 什麼東西沒帶 妳覺得怎麼可能 我覺得這個場景下來 我覺得真的很容易 尤其是家裡 主要教育的人 我覺得很容易 像我去檢查就是有一點 神經衰弱的問題 可是聽起來這麼多故事 他的故事算是最輕微的 他有發病耶 他有發病耶 不是當那個天方夜團在檢查 也沒有公佛的介入 是妳自己施行的要求 真的嗎 可是我都已經要 神經衰弱了這樣子 妳要求這麼完美 妳怕輸在起跑點 對不對 好像是有一點 如果孩子不教怎麼行呢 男生可能看法就是 放養似的 對 我兒子 要不要太嚴重的話 男生大概都是比較這樣對不對 對 那你老婆應該還是什麼 我老婆也跟你一樣 氣死人 不是 沒有錯 家裡本來就一個要演 一個要鬆 不然怎麼辦 對 像小喬這種狀況就是 這個婚姻 對健康影響的一個 很典型的例子 我們為了讓這一集 不要多談八卦 我還是引用一點文章 其實對 這個關於婚姻對健康的影響 過去其實研究了很多 我舉一個2015年的一個統合分析 他研究過去50年 就在2015年之前50年 大概126篇 總共研究了大概72000對的 夫妻的生活 然後評估他們的這個婚姻品質 跟健康的影響 發現的確婚姻的內含品質 影響到你的疾病的嚴重度 不管你哪一種疾病 尤其是心臟血管疾病 也影響到你的內蜂蜜 影響到情緒 而這些其實都在我們日常生活 每個人的經驗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被表現了 那我在最近 大概上個禮拜天的時候 參加一個醫學會 那有一些更有趣的發現就是 短短的幾個月的婚姻狀態 或者是你的生活情緒的改變狀態 就會改變成基因表現 那這個表達會 會在外貌上面顯現出來 所以那幾個很典型的照片 就是那個演講者秀出來的照片 真的很驚人 就是大概前後 只差六個月左右 那個人的外貌 不是五官變得很奇怪 就是皮膚表現出很奇怪的樣貌 我有一個病人 其實大概看我大概三四年了 他大概三十出頭 過去來只是因為頭痛的 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那最近來的時候 你就看到整個人變得一個臉 那個眼圈是黑的 嘴巴是嘟的 然後他最近開始有點 好像要懷孕的樣子 我就問他 你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我結婚了 我說結婚不是應該很快樂嗎 他說不 我婚前覺得我嫁過去 會像公主一樣收到款待 可是我嫁過去之後 才進去 我才發現我進去是個魔鬼的家 他說婚前的時候 他婆婆對他非常的好 就這樣真的是 別人家的孩子 兒子帶回來的女朋友 就是非常的好 可是婚後呢 連便當菜要怎麼裝 要怎麼擺都要干涉 每天還幫他準備 還檢查他飯有沒有吃完 他覺得他偏食 所以婆婆每天都要檢查 他有沒有認真吃飯 他在這種壓力之下 幾個月之內那個 整個情緒那個表現 臉色完全變得一樣 所以這個婚姻 對於一個人的影響 其實可以在很多情緒 很多方面來表現出來 連外貌都可以改變